这是世界杯女单决赛 孙颖莎与王曼玉决胜局关键球的瞬间 到底擦边了没有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官方答案 但球迷心里有自己的判断 不过从此球我们可以看出 国平队内的竞争比想象中还要激烈 首先孙颖莎为了这球不断申诉 这是相当罕见的 另外就是王曼玉一言不发 因为这球判给了他得分 可见两人对于胜利的渴望是多么强烈 这个事实证明 国平队内的选拔是来真的 如果不从成绩出发来 那么队友们交手的时候可能就是表演赛 既然打得比对阵外协会还激烈 思到如此境地 也就展现了队内竞争的残酷性 对因为当时其实那个球我感觉是擦边到了 可能其实裁判也告诉我说没有擦边 但其实自己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受影响吧 其实打得有点着急